那如果说现在 好像刚刚那位其中一位朋友提到说 现在年轻人大家筹办婚礼之类 如果现在呢我结了婚 我买了组屋 但是我在结了婚之后呢 我把我的组给租出去 我搬到家里去和我的父母住 那这样子在整个法律上来讲的话 这是能够成立的做法吗 这个呢是这样 比如说你想搬到跟父母亲去租 不过你还是要 就是符合他的 建屋局定下来的最基本的年限 比如说如果你是有受津贴的话 你要住满五年 才能把整套租出去 那如果说你不受津贴的话 不接受津贴的话 你要住满三年才能租出去 人家不是都说 你只要把那个主卧房锁起来 说你住在这边就可以了 表示占了一个主卧房 是这个呢就有点不合法 其实他是要本身住在那里 住满三年才能把整套房子租出去 这个是他一定要 是会被抓的啦 其实他是不合法的 对他政府是未采取行动的 所以呢如果需要结了婚 搬回跟父母亲家住呢 还是要满足那个最少的年限 对 那刚刚讲到年限的问题 那如果把这个房间锁起来 代表有人住这情况多不多 在本地 这个情况是有的 多不多 真正情况到底有多少 这是很难去预测 但是就是这是违法的 所以其实我们想劝请公众 这个是违法的行为 然后其实建务局他有权利 就是如果他怀疑这个房子 就是这个主人没有住在里面 建务局甚至有这个合法的 可以就是破门进入你的家 然后去拍照 然后作为证据 所以其实如果要取缔 这样的违法行为很简单 对不对 就是可能左邻右舍 可能也要发现了 发现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对不对 这样如果你发现你的邻居 是控制着主屋的话 这样其实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所以你就可能可以向建务局 就是说告诉建务局说 似乎有这样的情况 或者你看到 似乎我的邻居似乎将房子 出租给超过八个人 也是违法的 这样如果看到有违法的行为 这样你可能可以通知建务局 因为还有一种问题 是所谓的二房东 就是我租了房子之后 我把这房子再租出去 租给一个租户 租户就变二房东了 这个二房东再租给其他人 大房东说没关系不管 对 那这样子这是他们自己说了 可以就行了吗 这是在法律上来讲行不行 基本上比如说一个大房东 比如说了 我把整套 我是合法把整套租给一个 租户 一个租户 他可能又把一间房间 转租出去 基本上只要是房东跟租户 第一房租户是有一个和谐 就是他们两个是同意的话 基本上是没问题 不过现在因为政府有一个新的条例 就是说所有在政府租房间 整套的都好 你都要把所有的资料报到建屋局去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就说你是第一租户 你要把租户间房间给第二租户 他同时也要把所有的资料 无论是第一租户或第二租户都要报上建屋局那边去 如果说基于我们刚才讲到这些 所谓投机的一个方式 就是他违背了这些屋子 应该是要提供给国人一个积身之所 这样子一个原则之后 如果我讲说 我们的市场是被这样子一个虚构的需求撑起 这句话会不会太果断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虚构的需求 就是如果我们真正去观察一下 过去五年 从05年到09年 新加坡的人口增长率非常的快 在五年内短短就增加了75万人 然后很实在的 这个75万人肯定要找一个积身之所 所以为什么这个组屋 为什么会这么多人要租 为什么租金会上涨 为什么这个转售组屋的屋价会上涨 其实很大的情况 我认为是由这个人口 因为在过去五年大幅度的增加而所造成的 所以我不认为说这些人口 他们需要找一个地方来住 这个需求是虚构的 我认为反而可能是有关当局 当时没有意识到说这个人口暴增的话 会造成这个租屋的需求急增 所以在这个需求方 供求方面没有做出适当的调整 而造成目前就是供不应求的情况 然后供不应求的情况 当然就造成这个组屋的屋价就是高涨 傅先生 还有就是说 刚才有位听众说新移民把这个楼价炒高了 其实根据我们的数据 其实新移民普遍人家说 都说新移民至少占了一半的买家 其实是不正确的 根据我们数字 新移民的比例是20% 所以这个是很小的一个部分 所以如果说把这个 让这个20%去炒高整个市场 其实这个是可能性不大的 所以基本上其实不是因为新移民把房价炒高了 而是他有真实的需求量 整个市场有真实的需求量 怎么说呢 因为2008年的时候 那个金融风暴嘛 所以压制了很多2008年要买房子的一些买家 在2009年的时候呢 这些买家看到行情好了 经济好了 信心恢复了 他们就被释放出来 那2008年压制的需求量被释放出来 加上2009年本身 他就有他真实的需求量 那两年的需求量一次散发出来 加上因为本来要打算在2010年和2011年 要买房子人也怕输了 我今年不买 明年买更贵了 所以又再进来了 把他们带进来 所以他其实是去年的时候呢 他是把可能三年或四年的需求量挤在一起 所以他有一个需求量的爆发 所以他的需求量是真实的 不是因为新移民炒起来 对 因为整个市场来讲 如果说是真的希望能够入场买屋的朋友呢 可以先做一些多方面的调查 因为可能到了最后 因为种种不同的因素 在不同的地段 或者是呢 不同类型的这些组屋呢 它的价钱上面 是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落差 是不太一样的 不过我们知道需求增加了 因为人口不断的上升 这里要提醒大家 建屋局呢 已经警告那些 在未获的批者的情况下 出租整间组屋 或是不符合居住年限 就有出租组屋的屋主 将会受到惩罚 因为在光是过去的两年 已经有56个人 缴交了是 从1000到21000之间的罚款 而且其中一些人的组屋 有被收回去 是 如果在想用投机的方式 获利之前 先提醒您 考虑后果 可不要得不偿失 在这也非常感谢 我们的两位嘉宾 来到节目现场 谢谢你们 谢谢 我先 谢谢